现在全球暖化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 科学家最近公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 内容就警告各国说 如果再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本世纪末的全球海平面可能会上升超过两公尺 不只会淹没纽约还有上海等滨海的大都会 将会影响到一亿八千多万人必须撤离 专家警告主要原因是格陵兰岛和南极州两大地区的冰盖 融化速度正在加速 结果使得地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比以往还要快 且预估最快的情况是到2100年 全球气温可能上升5摄氏度 并且造成海平面上升超过两公尺 也就是全球约有17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将会变成海洋 而根据这项研究 自然地理学教授Jonathan的警告 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并且对于太平洋上的小岛屿国家 带来无法居住毁灭性的生存危机 且因应熔冰加速的情况 科学家还特别找来23名冰盖专家 使用最新最先进的电脑模式 更精准地预估出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融化 未来对气候的影响 都是新闻团队在纽约的综合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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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ery 好